在青衣青六街這幅土地 首個治安心項目將會在2014年落成 提供1000個單位 對於外界擔心新一屆政府上任後 治安心會流產收場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就希望新政府 不要謀言叫停計劃 我不想太多新政府來 又要討論多一年 你叫三萬元到四萬元的家庭的人 已經等了兩年 他搬來今年年底的申請 你突然說我要改這個政策 又談多一年 大哥我又要等多一年上樓 我最不想這個人 五宮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健說 可以先實行一期作為嘗試 現在已經重新復健居屋的話 治安心就變了無端端多了一件東西出來 這一件東西的運作 大家都不知道它那個遊戲規則 第一期可能都沒有辦法了 繼續做下去 也都可以作為一個嘗試 就是看第一期做成怎樣 如果是效果不佳 是不是我們都可以想想 以後那幾期要不要繼續 另外他不贊成後任特首梁振英 競選時重提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 借錢給年青人 其實你是鼓勵他們去置業 萬一樓市波動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製造負資產 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說 雖然治安心的申請條件較為苛刻 但仍然支持政府為市民提供多些選擇 另外他贊成政府推出首次置業貸款 幫年青人置業 香港的枯民電視記者林家饒報導 我们不过